先暫停一下 現在有小港區大鳳居民潛意關懷協會 以及小港區鳳園旅旅民 利林本會旁新體旁聽 大家熱烈歡迎一下 好我們由陳信宜執行 執行時間45分鐘好開始 謝謝主席還有市長以及市府團隊 大家平安我們親民朋友大家早安 習生我們還是要來重申 我們不管從中央到地方執政 中央還沒有執政的時候高雄就已經有明顯的蛻變 所以呢我們知道目前 從我們現在來看 全台灣我們用全台灣的執政黨來對我們自己說 我們除了要遵守蔡總統所指示 謙卑謙卑再謙卑 並且他指導我們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讓人民更幸福 接下來是執政黨的責任 並且市民跟市府 應該都是站在一起 所以今天不管 我們今天所有的市民朋友 來訴求任何的事情 無非 無非就是要讓高雄的未來 看見更進步的 未來 但是 我們也需要去面對 未來 年輕人用腳投票 甚至是 產業是不是有空洞化 的這樣的中年悲哀 以及預防 未來日益 膨脹的這種 養老資源 要不要 把寶貴的公家資源用在製造 分身之上 這是我們彼此要來省思的 當我當議員的第一天開始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過去 每一次我總質詢的前一個晚上 我總是睡不著覺 我都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尊重這一個工作 我很謹慎的 不斷的在 重新的 檢視我自己的質詢內容 也希望在每一次的質詢 都能夠 為市民負責 做好把關的工作 所以 我認為 把人民必要的 想要的 未來要的 補償過去的事情 全部反映給政府 這是我做議員的 應該有的職份 所以今天 我們先來談第一個主題 也就是 居住正義 現場 我有看到 這個是 大鳳居民 權益關懷協會 他位於小港區 所謂的大鳳就是指 大林浦 跟鳳鼻頭 的居民 他不是我動員來的 我今天沒有動員任何一個人 他們今天是自主的來參加 並且是自費坐遊覽車 我也沒有補助他們 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要我遞交市長 這份陳情書 也就是表達他們要青春的意願 也請我們的市府官員也歡迎我們的居民來到現場 謝謝市長 謝謝 我們歡迎我們的居民 謝謝 我想一開始我們就從氣爆來談好了 當初高雄市呢收到了45.6億的這樣子的善款 到目前剩下多少 社會局局長 好 8億 對不對 你不要翻資料 請坐下 到目前我有看到幾個相次 還在執行 因為他的使用率是比較偏低的 包括我們把資料調出來 為什麼我們要從氣爆來談居住正義喔 因為我也我有 發生了這麼嚴重的氣爆 全台灣才看到 高雄人在這種產業歷史上 所背負的 沉重的包袱以及悲哀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 把這件事情再次的重生 因為氣爆已經兩年了 目前我們看到 氣爆的這一些 在37億 核定的這一些款項當中 包括代位求償 包括法律協助包括 氣爆復原專輸 200萬 包括 紀念裝置藝術未來高達3600萬 但是現在也還沒有開始 支用 我們就想要提出 一些的建議 以人 為本的建議 我們希望在未來 紀念裝置藝術的 3600萬上面 一定要 著重在人 跟這個土地的記憶上面 我引用 這個德國絆腳石計畫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片來看到 這些銅板 看在地上的 一塊一塊的銅板 在1992年12月16號的時候 德國藝術家 剛特 他把一塊絆腳石 看入這個科隆市政廳的人行道 這只有10公分的一個 大小 但是在上面的 刻上的幾個字 這些字呢 曾經說明說 有什麼人 某某人是居住在這個地方 他是何時出生的 他是何時被驅逐的 並且是何時死亡的 他這些絆腳石呢 都是在這些事發地點的人行道上 他花的預算非常的少 但是他可以造成永恆的價值 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來建議未來 對於氣爆相關的紀念 的裝置藝術 不要再去占到市民太大的空間 破壞市民原有的 空間 我們可以去看看其他的人 怎麼樣用最省的經費 在做這一些 紀念土地 跟人民的事情 好 我們再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從氣爆來看 居住正義要來談大林浦的千春 其實這個地方大林浦以及鳳鼻頭 是被所有的石化 所包圍的一個 孤島 但是高雄市其實 遍佈了八處的這個石化區 我們把這個高雄市石化區的整個地圖 把它匡列出來 幾乎把整個高雄市都包圍住了 那高雄市呢 就在這些油罐車的穿梭 管線的穿梭上面 人民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安 我自己的高中同班同學 我的死黨 也是在氣爆回家的路上 經過了三多路 那條爆炸的死亡道路 十點多之後 他的孩子就永遠再也接不到媽媽的電話了 所以 看到氣爆 整個 影響到整個全高雄 但是石化帶給高雄五千多億以上 甚至更高的這樣子的產值的時候 我們知道高雄人的生命跟命運 跟石化葉 息息相關也分不開 但我們有責任 給高雄的人民有一個安全 的環境 所以 在武清跟人大廢除之後 所有專區呢就集中在前鎮寧遠跟南興這個地方 目前 我聽說啦 這是中油喔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計劃要花千億以上 在南興的外海 在南興的外海要再去填 未來就是要把前鎮除運所要搬到這個 這個島上面去 我真的也想要請市長可以向中央來建議 這樣子喔 他花了一千億不如把他拿來 大陵埔跟鳳鼻頭 對於他們的千春來做這樣子的基金 當未來把這裡大陵埔跟鳳鼻頭的土地整合之後 有需求我們再來做 這樣電腦應該是更加升級啦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經濟部 要讓中油去推動這樣子的計劃 希望這個事情 只是聽說 只是聽說 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市長再一次的請求 也代表我們 因為大陵埔千春的事情 我已經說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幾乎我十年來的質詢 都沒有離開過這個 議題 也沒有一次的質詢是漏掉這個議題 所以我今天再次的向市長來懇求 也請市長具體的來承諾 因為 這個會是在市長 你有可能在北上之前 甚至你未來 在北上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就好比 謝院長 謝長廷先生 他在當市長 高升到行政院的時候 他解決了 這個紅毛港千春的問題 我相信 大陵埔千春 也會是在我們的陳菊市長 有可能是未來的行政院長 手上 來解決 我們用這樣高度的期待 也希望市長可以來具體的承諾 大陵埔千春的 旗程 還有你什麼時候 可以提出計劃 向中央 來要求大陵埔的千春 市長待會請你 為這個市民 來做一個答覆 並且市長你也可以提出 目前比較 自愛難行的部分 到底是 跟虛地機關有關呢 還是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是我們提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 也就是設置由行政監管的 自常 簽建基金 來處理 來化解未來 如果沒有虛地機關的情況之下 跟基礎之下 我們可以做的 錢的來源 再來我們也希望市府可以競速的來邀請 中油跟工業區 當中以及所有的石化相關的產業 有這個虛地意願的人 趕快出來 來做一些談判 並且我們也請市政府可以積極一點 把大林埔的這一些的土地 開始轉編 開始轉編 為未來的 千春 來做好準備 也可以開始提供把 其實我覺得居民 最擔心的 是說 我們這裡的地 一片要把我們補充多少 我們的地是不是要用相關的地界 來把我們買去 未來要提供什麼的條件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人民現在 一直在期盼等待的問題 但是如果千春 不是在 市長的宣布當中說我們正式啟動的話 我覺得這個都是在空談 甚至我都覺得前一陣子經濟部所提出來的那個計劃 會不會也只是 這個 馬政府要 要臨走之前的臨走一波 還要把民眾 騙一遍 所以我們 以高度的期待 在小英政府執政之後 由市長主動的來提出千春的計劃 並且來加速 他的千春的動作 我們肯定的是市政府已經 在內部 我知道應該是都發局或者是哪個單位 已經成立了這個 千春的小組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層級應該要更高 把中央的官員也納進來這個千春的小組當中 成立一個單一的窗口 全力的來推動 這個千春回應我們地方居民的需要 市長我請你先回應一下 你能不能具體的來承諾大林浦千春的一個實程 以及您可以在什麼時候 提出一個計劃 市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大那部 我們這裡的紅皮頭 所有的鄉親 大那部千春的問題 一直都是對市政府來說 一直都是因為 大那部這個地方 為到環境 大家住在那裡 空氣的瀕 所有大那部的人 健康 我們市政府的立場 一直認為這個地方要遣寸 但是這個地方要遣寸 這需要跟中央 互相來配合 中央政府在過去前 馬政府的時尊 我們一直把經濟部翻譯 虛地機關 就像你們到底是經濟部這個地方 你們要拿出未來 到底 可能600億700億 所有前川 會所有的基金基 這個費用 經費 中央政府應該要有一個 我是覺得過去 不管是全部都是 每一次都敷衍 包括要我們 馬前政府的 馬政府的時代 最後的經濟部長 在我們立委 在瑞隆立委的執行之下 也提出一個月 那些計劃 這些計劃 大概都必須要求 經濟部要從你 因為太草率 那我現在願意跟大拿捕鄉親說 高雄市政府 支持大拿捕 應該前川 我們 高雄市政府的 健康費 也有在大拿捕 有做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 差不多高達 百分之八 為了 環境 有任國民 他們都 贊成前川 所以說我們市政府 我們有一個 沿海 樂力 前川的推動 收拾 他說 我不會負責 當中央 我不知道 他要再討論 所以說我們市政府 自己 相關的局處 做成一個 推策 的收拾 這個部份 到底前川 會有 放到什麼問題 高雄市政府 剛剛成為議長 做議長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 是 完成 紅門港 前川 最后 是 我們來執行 所以我們有這種經驗 從這個部份 我們對前川 所有的 過程 要如何所有 會放到什麼問題 我們有豐富的經驗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跟中央 我也跟新的經濟部 來表達 如果行政程序 的這個部份 高雄市政府 很高興 我們來跟地方 跟他們交通 合同 還是中央 要很快 說虛擬機關是誰 未來 大家經費多少方式 一定要確定 我們可以跟 陳議員說明的 就是說 經濟部 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由政務委員 他們大家 有康相關的部份 跟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會要求一個 副市長的參務 對 大那部 風比頭 千川的問題 或是沒有千川 所有的 市民 你的所有 沒有去把 顧如 他的 居住環境 這樣我們未來高鄉市要發展進行的三頁 最后是在修江地区 我們的鄉親都是有意見 我覺得這是正常的 抱歉我給你打擦 給你打擦一下 那市長你期待的這個段落寶成春的事項 應該是什麼時候來完成 是照經濟做正常提出的一百零九年 才是市長你有什麼期間 還是說有一個期待 我相信我會既當然 段落寶的青春越近越好 但是這個中間有這麼多聽說 還跟段落寶的鄉親 大家有很多要協調交通 說明你這個青春的條件是什麼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這次新的政府 就任了兩禮拜 在這個過程他真正的上任 才兩個禮拜多兩天 十七天 頂頂我們應該很鼓勵 去跟我們地方政府 透過高雄市值 我們有十幾個立委 大家跟地方政府來協商 這樣才能夠說什麼時間 這樣很鼓勵 好謝謝市長 市長的意思也就是說 因為小燕政府現在也剛剛上任 所以我們需要給他一些的時間 這跟上次本席所提出來的 希望在小燕政府上任半年之後 也就是六個月之後 市政府可以提出一些的建議計畫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來 呃 總統上任六個月之後 我們 你要提供這樣子的相關的幕僚計畫 讓市長 去行政院這邊 呃 爭取嘛 所以也希望你在這個六個月之後 提這樣子的計畫 給本席可以嗎 這個我們 我們來準備 好謝謝 接下來我想今天早上 我其實我昨天晚上也一樣是沒有睡覺喔 一直在做不斷的這個 稿子的更新 說實在我們的更新 我們的稿子已經從我們最早的質詢稿到現在 到昨天晚上 我們換了一次 到今天早上 我們又換了一次 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要跟我的老長官報告 我的老長官就是城局市長 以前我最疼愛 疼愛我的城局局長 我想要 呃 代表 這個 全高雄市 愛護綠地 愛護公園 愛護永生生態的 這些居民 像你做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我們希望人民 高雄的人民 未來到底要記得什麼 在一九 在一八五二年西雅圖的酋長 他被迫 賣了土地給美國政府的時候 他寫了一封信 在一百六十年過去了 到現在人民都還是記得 而且還在傳送這一個 這一封信 這封信他說 您怎麼能夠 買賣 窘倉於土地的溫馨 多奇怪的想法啊 假如我們並不擁有空氣的清新 以及流水的光彩 您怎麼能夠買下它呢 我們知道大地不屬於人類 而人類是屬於大地的 我們知道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關聯的 就好像血緣緊緊的結合著一家人 這個血緣也結合著我們高雄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有著關聯的 現在發生在高雄大地的任何事 也必定會應驗到人類的未來 也就是高雄市民的未來 我們的高雄市民 我們的人類都不能夠去主宰 這生命 因為我們只不過是其中的那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 人民對大地做了什麼 有一天他一定會回應到自己的身上 讓我們從五十年後來看好了 我想要問問在場 不管是市長 我的老長官 以及所有的局處長 包括今天不管是正反意見的 我們的市民朋友 如果我們從十年二十年跟五十年後 來看高雄 在市民最光榮 最有認同感的中央公園 這個美麗島站的地方 要設立一個只會紀念私人的 紀念館 這個圖書館 充其量是一個硬殼 用八千萬 來買得他的冠名權 裡面設有他個人 基金會的辦公室 我試問大家 你們願意這樣出賣 我們共同的記憶 還有我們的土地嗎 我不想對不起我的子孫 不想對不起我的小旺旺 我從真的初衷到現在 我也希望一直要求自己 我永遠是菜鳥 因為我才會保有菜鳥的精神 來講良心的話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甚至我的老老老板 坐在這個市長的台上 我還是會秉持著良心 因為我知道我的老板栽培我 他會挺我的 他也會 知道他所栽培的孩子 逐漸的長大 有自己的意志 有自己的堅持 所以我只是希望我能夠找回 一直保持從政的良心 让我的小旺旺 我们的子孙会因为我们的参与 我的从政而觉得光荣 我刚刚进一场之前 每一次我进到这个义士厅 我都会做一个祷告 也就是主啊 我将这一切都交给你 因为这个团队是你所拣选的团队 我们要尊荣这个团队 因为我尊荣我的神 所以我也要跟他说 我跟随圣灵你的带领 愿神你在当中做和你自己心 能够荣耀你自己心的事情 就使用我当你的器皿 我想50年之后 我可能不会再活着 但是我不要对不起我50年后的 子孙和良心 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相信绝对不会出现像政治学的主思业 或不思 那个利维坦的这种极端的国家暴力 也就是看你不顺眼 我就砍了你毁灭你 但是早上我看到被动员而来的一车车的游览车 还有高雄市政府早上紧急发出的这个官方LINE 我今天没有动员任何一个人 刚刚有人问我说 幸运你有动员谁 我说我没有 今天大凤的居民也是来澄清 包括今天有反对中央公园 盖私人纪念馆的护述团体 他们也都自费来参加 因为他们来只是为了要向市长递出他们卑微的要求 我们卑微的请求160年之后 我们人们全世界人们不是为止记得西雅图的酋长 但我们高雄的子孙呢 到底要记得的是出卖我们公共价值灵魂 新建私人纪念图书馆 还是要留给子孙一片绿意盎然 以及全底市民的中央公园呢 我代表这个护述团体 地上这一个陈情信 谢谢市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是高雄未来的竞争力 我们从人口产业产业以及就业的部分来谈一下 从去年我就有提到也跟研考会建议了 高雄即将在2017年就会可能被台中所超越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字 其实昨天呢我开了一个关于公托 公佑对不起 公佑的一个民调的一个记者会 这一个记者会的这个数字 我们虽然在讨论公佑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数字 也非常特别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在全台湾都在增加公佑的班级数字下 包括台中也在增加 但是呢他的这个占的比率数却是负的 为什么因为他的移入的人口越来越增加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趣的数字 昨天在记者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 有非常多的包括媒体也先进也说 哎这个数字非常的特别 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 我在我们的这个咨询稿重新的再做了调整 我们再来谈一谈 其实我这个咨询稿一直到今天早上 才做完全的更新跟订稿 所以对不起我们的联络员 我没有办法把我真正的咨询稿的提纲 让你先预先了解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我们来看一下 徐副市长你曾经说过 评估城市竞争力的时候 我们以投保人数为基础 就是一个常住人口的正确数字 是这样子的吗 副市长 徐副市长请回答 徐副市长请打步 我想精确一点来讲 我会认为这个投保人数跟就业人口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竞争力的关键之一 好谢谢 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数字 这是劳动部给我们的一个数字 事实上高雄目前的劳动力的增加比例 是最后一名 可是我们肯定的是高雄市确实是有增加 来我们有这个来 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的这个数字 我们增加的比例有 我们增加了5% 这是高雄的数字 但我们来看一看 全国以及六都来看看 全国总数增加了7.3 台北增加了7.2 新北增加了5点多 将近6 桃园增加了10 我们看到台中增加了14% 连我们隔壁的台南也都有到9.65的增加 压率 但高雄敬陪莫作 我想这个数字可能是副市长你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真的要加油 我们也请你从这个数字当中去反省一下 高雄还可以再做什么更好 因为数字就说话了 新政府有五大的产业布局啊 但是他好像坐落在全台湾各地 但我觉得这五大产业 通通可以在高雄做 高雄不是只有国防啊 或是只有航台可以做 我觉得这些都是为高雄量身定做的五大产业 所以我都暗自了窃喜 新政府真的好爱高雄 他虽然在其他的县市设定了哪一些的发展产业 但我觉得高雄真是我们的条件真太好了 这五大产业都可以拿来我们高雄做 这五大产业是什么 他把南港 竹北以及台南设定了生物医药 把台南的沙轮设定了绿能科技 把台中设定了智慧机械 还有台北台中高雄 我们被设定的是国防航派 但是亚洲矽谷的这个号称亚洲矽谷的桃园 他的面积都还比我们高雄的高雄软科 还要面积还要小 但他竟然能够号称亚洲矽谷 这个五大创新计划 我觉得不是为了其他县市而做 是为了高雄量身定做 所以我们应该展现更高的企图心 这五大产业 我们高雄通通都可以做 我们高雄有这样子的人才 并且我想高雄是一切的建设 都逐渐的完备了 所以除了航台以外 我们高雄应该积极的去争取 这一些计划通通可以来我们高雄啊 我们的地大 我们的地价算是便宜的 所以我们要取得土地是容易的 未来金发局就可以开一个单一窗口 让这一些的创新计划 他们所有的申请的速度需求的 一切的需求都可以加速 所以我认为 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 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 我们只能够做国防跟航台 在高阮里面 我们有鸿海的高雄数位 汇流数据基地 我们就有发展云端和大数据的条件 甚至连阿里巴巴都有医药来我们高雄 生物医药的方面 高雄其实也有条件 因为高雄的科员就有一个 这个南部生技 医疗器材专区 那我们也是结合了众多的医疗资源 包括高雄有很多的医学中心 长庚啊 荣种啊 高荣啊 高医啊 甚至是医大 所以我觉得高雄也太棒了 条件真的太优了 连生物医药我们都可以做 包括绿能科技 我们的日照数平均年可达两千多小时 全台排名第二 我们可能比我们跟屏东真的是有拼啊 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我这样看起来 我都觉得这些产业 都不是为了其他县市做的 都是为我们高雄来量身定做的 来 我来请教一下进发局 局长 你觉得呢 高雄应该是不是有这个企图心 向这五大产业招手 不要只向国防航太 逼头 来 机长请答路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五大产业 当然高雄都可能做 那我也很明白说 其实 那个是选举的时候的一个 政见的说法 但要落实 其实还是要各地方政府去努力 那刚才提到的 不管是亚洲戏谷 或者是绿能产业 其实高雄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只是都有一定的基础 那我们现在也积极在推动 尤其五月十六号 事实上市长 跟新的科技部长 还有工研院的院长 我想这个对未来的 那个创新研发 都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 我们也签了一个合作的备忘录 接下来 工研院也会把他们的研发能量 移到高雄 我想您刚才提到的几个发展的面向 立即在高雄既有的产业基础上 我们都可以来争取 都可以来做 好 接下来以后我们再来 对这几个产业的 高雄的新的一个 企图心 我们再来好好的探讨一下 回到我们的教育现场 齐山国中校长在哪里 齐山国中校长请进来 谢谢你 来请齐山国中 还有教育局 国中科科长请练习 请练习 齐山国中 还有 请坐下谢谢 我们来看少年的死 也来看看教育的荒唐 我今天准备的咨询稿当中 我一直以为 这篇稿子我一定会哭着咨询完 为的是教育的荒唐而哭 为的是一个国一的一个年轻人 一个少年的生命 而掉泪 为的是我有同理性 我也有这样的孩子 我知道 我们在养育孩子时候的辛苦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我们在座的局势长 你现在有没有国一 国一的孩子的 请举手 你现在有国一孩子的 都请举手 或者是在国中 好谢谢 请你们用家长的同理心来看待 如果这是我们的孩子 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现场 亡死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们来看下一篇 这是四大报 有自由 有联合 就是四大报 我看到自由 这下面刊登的是 是校长的 启示 他的声明稿 我先请问校长 你花什么钱来举这四大报 做的声明稿 这什么人购你的钱 来请校长打 报告主席 报告议会 这是我私人自行 你花多少钱 八万多 你花八万多 八万多 你去泄露学生的个资 你去泄露学生的情况 你还这样大辣的 都去说明 来你坐 科长 到昨天为止 我才拿到你的 调查报告 孩子从4月28号出事情 到现在多久 我到昨天晚上 我才拿到 今天早上又更新 局长你看一下 这是你的团队 从4月28号开始 照理讲 两周内你就应该完成 调查报告 你告诉我 你去过岐山几次 就这个案子 我没有去 你没有去过 你调查到这个案子 到现在没有去过岐山 我们是不是有 我们住去渡学 以及我们的股长去调查 你是主报告 你竟然没有去 要怪你写不出 这个报告出来 我告诉你 本席的团队去骑山舞致 我们跑票的骑山少年队 骑山分局 骑山国中 我们也跟老师面谈了 你做了什么 一个孩子的死 你就这样子 你没有去过 岐山调查过一次 你怎么对这个家属负责 你怎么对这个孩子 找事的生命负责 我一条一条的把你的报告 检视出来 你的报告你在给我写什么 写演讲稿啊 你在写演讲稿啊 还是在演讲比赛 每一条都是你们没有错 每一条报告都是你们 依据什么法没有错 好 把我们的表格列出来 本来我认为这个案子 应该是由教育局 自己要自行调查督责的 但我等到五月十几号 我一样没有等到任何的消息 校长你竟然回答我 你去问里长 是里长冠理的吗 你竟然回答我说 校长都没事情了 里长都没事情了 这件事我如果给他伺候 因为这个孩子也是他的孩子 喜欢抓这个老师 临时变更课程 引起了同侪 而且还指责这个孩子 引起同侪对他的踏法跟排挤 变更课程没有违法吗 临时变更课程 你跟我讲没有违法吗 逼死了这个孩子 我讲这样子的话很重 逼死了 我们去跟老师做访谈的时候 蔡老师竟然说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一句话 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 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知道会引起孩子 这么大的情绪反应 我不知道他的教育智能 还有他的教育专业在哪里 校长 你竟然从头到尾 都是不断的找任何人来跟我压压我 要掩埋一切的事实 掩盖一切发生的真相 连小孩子 科长 连同班的学生都说 是老师骂了那个孩子 全班的同学 因为那个老师生气了 那一天的艺术欣赏 看电影的课程就没有了 同学大家都不高兴 都指责这个孩子 来 这是我们调查出来的 学校的版本 教育局的版本 还有本席和分局 我们感谢其三分局 我们感谢警察先生们 对一个生命的重视 让我们去查到了非常多的事实 好 学校说 说明稿的里面 没有显示任何个人的资料 也没有检视任何媒体的资料 也没有出现这个学生的姓名 通通都没有事 好 教育局有去做了一些的调查 教育局说 学校说明稿提及了 学生失作 青少年忧郁情绪 自我检视表 指数偏高 这就是泄露了 教育局已经去调查你 你确实是泄露了 已经涉及了 侵害学生的隐私权 违反辅导专业伦理的情势 并且你还对所有的媒体有说 他做了三次的 这个情绪方面的小团体辅导 而且三次之后竟然就痊愈了 他就康复了 他忧郁症就消失了 你这三次真的很有效 我去调出了报告 你们连有一些资料数据都不愿意建党上去 草草率率 我们自己调查的是 不管是苹果日报 不管是中国时报 通通有呈现的是姓名 还有这个孩子 他的辅导事实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违法吗 这是教育局说的 还是学校说没有违法 我告诉你 这已经具体的违反 学生辅导法的第十七条 还有违反的是教师法的第十七条 我一样一样的帮你们查出来 科长我看看你怎么跟我交代 你们更动课程的部分呢 学校知智未提 教育局 他说这个蔡师纠正楼森 告诫全班学生 正确的言行之后 说因为只剩下二十分钟 没有办法看影片 所以临时取消影片 要全班自席 但是这个老师告诉我们 他不应该用三十分钟看完影片 然后还要深度的讨论 这一堂课四十几分钟 他一开始 一进来教室 全班的吵闹 他把所有的气 发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为什么全班的吵闹 表示他的管理无能 你有没有去问 科长你在干嘛 这是不是你嫁 你就可以这样 我再把事实告诉你们 你们在流于形式上的应付 也没有依照教学的计划 来进行 并且任意的 随意的更改课程内容 你还跟我讲说 那叫课程超前 所以让他们窒息 这是狗屁 这是老师自己亲自讲 科长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老师讲过这些话吗 那天梁主任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有在厘清这一点 我感谢你 你真的去了一次 滥用教学自主权 从计划的化妆课 到更变为反读影片的欣赏 到最后却变成自习客 引起所有同学同才 对他的踏乏 逼死这个孩子 好你说你们都没有违法 教育局给我的调查报告 都没有违法 我查出来了 基本教育法第八条 这是违反 再来教师把第十七条 违反了 教师辅导管理办法 注意事项第十四条 科长你要怎么对这个 年轻的生命交代 你觉得该不该惩处 校长你起来 你怎么对你自己的孩子 交代 你怎么对家长交代 家长是非常务实 非常淳朴的农人 他们没有办法 再去做任何的抗争 他只有一个很卑微的诉求 请你们以后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请老师不要因学生个人的行为 处罚全班 引起让这个孩子 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同才的排挤 同才的压力一起来了 校长你为什么没有讲这些事情 你为什么从头到尾只告诉我 里长没有意见了 家长没有意见了 你现在叫我去问里长就对吗 你觉得我可以接见你吗 我只是不想说 我接见你的时候 每次都在骂你 我从四月二十八号 一直等等等 等到我到昨天 六月六号 六月七号的清晨 我才勉强的看到了这一份 令人吐血 心痛心碎的报告 昨天我们的团队有五个人 通通都没有睡觉 大家都在群组看这一份报告 看到都快要哭 看到那个 那个我们的群组 大家都吐血 很悲哀啊 你们违反了这么多的规定 还有办法 还有违规的部分 局长 既然他们给你的调查报告 因为局长已经知道了 他们的调查报告 非常的离谱 所以局长 待会我也会把我的调查资料也给你 局长很早就知道 你们的违法事项很多 但一直给你们机会 科长 局长想就知道了 我的任何的调查的进度 我自己调查的进度 我都跟局长汇报 局长 像这样的违法的事机 局长你回答一下 其实陈议员今天讲这个案子 大家都非常的沉痛跟痛心 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国一学生 年轻的生命 是因为在学校的这个上课的过程里头 也许是这个老师的一点言语 一点处理的方式 最后引起学生对他的 同才对他的一些怪罪等等 造成这个结果 我想那个家长是非常非常的伤心的 可是在刚开始的时段呢 我们没有马上进入调查 是要给他一个比较平静的时间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5月5号 5月26号就从住区多学 另外还加派多学进去调查 所以整个事件都还原了 那每一个学生都写出当天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看到了 这里头很清楚看到 就是刚刚发生事情的时候 其实学校有对外做了一个说明 那这是牵扯了刚才的 不当泄露了学生的个资的情形 那至于说这个老师的处理的 班级的管理的这个情形 是否妥当 其实教育局经过深入调查 我们认为这个老师 他需要送去做一个 惩处的益处 然后也需要检讨 那这个整个其三国中的案例呢 其实给我们现场的教育人员 不管是校长行政老师 都会当做一个警惕的案子 引以为戒 然后做积极的一个 将来的正向的辅导 跟正面的改善 那我们也很谢谢议员 费很多心去深入了解这个案子 谢谢局长 我们追查了一个多月 请坐下 我也希望说 可以做出应该有的存储 以为死者 当然连家属都会觉得说 事情孩子都死了 也没有办法再挽回什么 他们真的只需要一个 真实的真相 那就只需要一个真相而已 他连到现在 不要说他们啊 他们都没有拿到这个调查报告 我到昨天晚上也才拿到 幸好他们没拿到 如果他们真的收到了这份报告真的 我不知道是对他们的产生 叮叮叮叮 好谢谢陈欣怡 执行完毕 休息十分钟 我抢个人为了 我抢个人 感谢观看